大家好 今日5月26日 星期三 整个市经过昨天大幅度上升之后 出现了两个突破 第一 指数已经成功回到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第二 指数亦成功突破了 今个月7日的高位28884 简单说 整个月的低位仍然是14日的27715点 相对使后续不断向上攀升来说 当然是一个先低后高的形态 看看指数 早市先高139点 去到29,056 之后有少少整固拉锯而低见29,027 但在买盘诸奴之下 市况又再逐步攀升 直到现在大概3点半 最高见过29,261 即是 相对今个月的低位 是27,715点来说 今个月的波幅已经有1,546点 由于指数已经升了几组平均移动线 理论上属于是咬着高台 因为星期四已经是今个月期指转仓 星期五是期指结算 好仓大户既然首执主控权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放手 形态和纪律上现在再向上网 我自己看应该是4月29日的高位 29,405点 今个月能不能突破 其实基本上不重要 6月初可能还会再进一步向上攀升 夜世界 有的 involved Websuz 都 更细 发 月 你的 Fast 习年 发